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春节 而在高雄面对即将到来的南北移动人潮 民众提升了危机意识 一大早就来到接种站 要来打第三剂疫苗 而高雄市府也在今天上午宣布 高雄市的一楼运所除了特殊情况之外 是全面限制谈兵 拿着黄卡 不少人一大早就来到高雄展览馆 要来打新冠肺炎疫苗 因为再过两个礼拜就是过年 面对返乡人潮 民众都很有危机意识 我妈妈要来打第三剂 他85岁了 第二剂也超过三个多月了 带妈妈过来接种 Omicron病毒来势汹汹 民众赶紧带家中长辈来打疫苗 提升免疫力 也有人在施打前一天 就先来接种站场看 他说免疫党这边 是这个地方吗 我就先来看看这个路线 因为这里我不舍 有资格打第三剂 所以就预约打第三剂 一般就选择人比较少的时段出去 春节脚步逼近迎战南北移动人潮 高雄市长陈其迈超前部署 再抛新策略 因应未来假如说确诊个案 假如有增加 我们要先做超前部署做准备 要增加我们隔离旅馆 指出Omicron变异株传染力强潜伏期短 轻症无症状患者多 而且已经有社区化现象 为了避免造成医疗负担 已经布置三家专则防疫旅馆 大约200间房来收治轻症无症状患者 第一个当然是到负压隔离病房 那专则病房 较量能有所不足的时候 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到这个所谓的隔离旅馆 另外高雄市府也在18号早上宣布 为了保全医疗量能 高雄市各级医院除了特殊情况外 全面限制探病 要来全力防堵病毒 把伤害降到最低 记者 水晶中米克成浩 高雄才报道